美国总统拜登三度表示 如果中国武力侵台 美国愿动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 台海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焦点 美媒CNN以头条报导 斗大的标题写着 北京有能力夺台 但将付出极其血腥的代价 根据报导 中国拥有更多可以投入战场的军队导弹以及战舰 如果决意要夺台 华府和台湾盟友要阻止 恐怕有难度 但专家点出 入侵台湾可能比二战诺曼蒂登陆 更危险复杂 当时长达三个月的诺曼蒂战役 造成至少50万人死伤和失踪 与近期遭受俄军战火摧残的 乌克兰岗城马力波相比 台北人口密度更高 估计会造成的伤亡也会更严重 报导也指出 中国解放军在陆海空都有致命弱点 尽管拥有军力的数量优势 能够再送数十万士兵进行两栖入侵 光是后勤补给就是首要问题 要在177公里的台湾海峡 部署成千上万的坦克火炮 装甲运兵车以及火箭炮发射器 不仅是向漫长危险的任务 再送部队和船舰也将成为箭靶 再者中国解放军未必能取得领空优势 台湾将取得美方四针防空导弹 以及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今年的导弹生产量又渴望翻涨三倍 报导今一部分析 全台有14个理想沙滩可登陆作战 但这些登陆点早在数十年前就做好防御工程 况且中国解放军的空降兵种 以及实战经验并不足够 以台湾为出发点分析台海局势 能要上国际媒体版面 学者叶耀元指出 这也都是拜中共高压统治所赐 他也提醒这篇报导 还没有把会持缘而来的美国 以及日本的军力纳入比较 会不会付出如此代价 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 中共做决定前都要再多加三思了 以上记得要入整理报导